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众议院议长上任 曾表态要访台 习近平不和泰国总理握手 场面尴尬 外媒G20后新的亚洲大国崛起 但不是中共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今次G20峰会 习近平展现元首外交 号称以多形式 多维度的系列外交活动 遍值全方位外交经纪 但欧媒警告 习近平在这个外交复出show上 带着友善微笑 和西方国家领导人 在场外双边会谈 重建形象 他是在此再次采取 分化和拉拢的手段 欧盟大国不要固态伏盟 落入中共以利益吸引的 分化陷阱中 美国网站政治Politico 欧洲分部发文说 习近平在峰会上是 选择性地 会面欧洲领导人 同时回避原本计划好的 棘手会谈 习近平避开了和比利时前首相 欧洲理事会主席 米歇尔 Charles Michel的会议 比利时先前呼吁国际 要减少对中国的贸易依赖 更加在2013年 因为太阳能板出口的争议 仰言对北京展开全面贸易战 中方即刻威胁 对法国和西班牙 葡萄牙采取报复行动 法国西班牙两国因此反对 欧盟贸易官员 导致欧盟团结破裂 报道表示 比利时将中共视为 系统性竞争对手 报道说 习近平很精明地采取一对一战略 分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西班牙总理桑切士 Pedro Sanchez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Georgia Maloney 荷兰总理雷特 Mark Rutter 会误 习近平说服荷兰不要加入 在新科技上防守中共的 欧美贸易联盟 目的在于拉拢荷兰的半导体大厂 艾斯摩尔 习近平希望荷兰能推进欧洲 对开放与合作的承诺 言下之意是不要阻挠晶片贸易 他和西班牙总理会议的时候 对西班牙旅游业释放有利 对于马克龙想推进法中商业合作 尤其在航空和核能产业上 习近平也根据需求 拿出不同筹码 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议的时候 习近平表示北京将进口更多 意大利的优质产品 并将在高端製造能源和航空航天领域 开展合作 报导指出 北京显然在重施一贯的手段 来吸引特定欧盟国家和中共作利益交易 这也是他经常用来破坏欧盟稳定的方法 但是中方的企图能不能达到目的 要看实际效果 刚刚从北京回来的德国总理索尼茨 在内外压力之下 就禁止了中企在德国收购两家晶片企业 近日德国政府的对华战略文件曝光 德国政府厌防中共对西巴尔干岛的企图 致力于压制它的影响力 这部分计划重点在于抗衡 中共发起的一带一路投资倡议 与此同时 德国外交部在北京对俄罗斯的政策上 采取批评的立场 德国总统斯坦默尔 Frank Steinmeier 近日出席活动的时候 也罕见地表示 西方国家应该从过去 和俄罗斯往来的经验吸取教训 减少对中共的片面依赖 16日在G20峰会期间 习近平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交谈的过程 被人拍了并在网上曝光 引发全球关注和热议 外界多数认为习近平教训了杜鲁多 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17日出来解释 说此事不应被视为批评或指责任何人 当时习近平对杜鲁多说 我们昨天讨论的内容 今天都登到报纸上了 这不合适啊 而且我们也不是那样进行的 如果有诚心 就应互相尊重的态度 来进行很好的沟通 否则 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 杜鲁多则回应说 在加拿大我们相信自由公开和坦率的对话 他还说 我们会持续寻求建设性合作 但在一些问题上我们会有分歧 习近平似乎无意继续讨论 顺着说要创造条件 创造条件 然后伸出手和杜鲁多握手之后 面带笑容走开了 无论辩解说 习近平说的否则结果不好说 并不是威胁 因为两位领导人正在进行正常交流 只是表达了各自的立场 时事评论员王独然分析 这个表态是明显希望和事件降温 习近平虽然事先策划了如何恐吓杜鲁多 但对事件引发的效应有误判 应该是后悔了 企图挽回不良影响 有观察认为 这事件对改善中加关系起了反作用 也令不少人觉得 习近平是典型的极权统治者 不懂如何和其他国家沟通 加拿大公民协讯会会长董达成 对中央社表示 加拿大12月初将公布印太战略 预料其中小不了有关 对中共的对抗或批评性的字眼 届时中共恐怕不会有好面色 家中关系不乐观 但换个角度思考 这个对加拿大未尝不是好事 脱去了所有对中共的幻想 加拿大可以全力拓展 印太地区的其他市场 尋找更安全的经济伙伴 例如加拿大和台湾的关系 也比过去更加积极 这个对加拿大的供应链是非常好 有稳固的暴障 美国中期选举基本尘埃落定 共和党赢得了众议院多数的席位 意味着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Kavin 将取代佩洛西 成为下届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抗中友台的立场明显 各方推测他上任后 是否会像佩洛西一样 无视中共的威胁 访问台湾以示支持 麦卡锡今年7月 在佩洛西访台时表示 如果他担任议长也很乐意访台 他并发推文说 支持台湾符合美国最佳利益 他还抱怨佩洛西亚洲行访台时 没有让他参加 今年稍早时候 麦卡锡就要求拜登政府 尽快加强台湾军力 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可以视为中共可能入侵台湾的一个教训 必须提高台湾的自我防卫 麦卡锡在中期选举时曾提出 如果赢得众议院 就将成立中国委员会 整合各个委员会的管核职权 并成立新冠病毒疫情调查小组 调查病毒起源 和美国如何将供应链 从中国搬回美国国内 同时检视中共从何窃取我们的科技 关于麦卡锡可能访台的话题 中共方面对此一如既往地忌毁 他的专家劳祥放风说 如果麦卡锡以众议院议长的身份访台 北京在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回应 会比佩洛西访台的时候更加强烈 他说 众议院议长不能重复做出这种举动 而美国智库专家直言 白宫无法管束国会 前美国中情局官员John Cowher 表示 众议院议长是仅次于副总统的 美国总统继任第二巡位 所以众议院议长访台成惯例 中共会有确实行动 台湾专家王介正强调 台方没有表明立场 基于安全因素而远拒美国众议院议长来访 但要从佩洛西访台学到教训 台湾政大国际关系专家闫振生认为 麦卡锡向来都支持美国对台提供军事援助 因此访台机会非常大 他说 但为了降低敏感度 他可能会选择在2021年1月 在就任众议院议长之前访台 习近平今次出访尴尬事件不少 17日 习近平抵达泰国曼谷 出席APEC经济领袖会议 这是疫情爆发以来首场 亚太经济合作经济领袖实体会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乘坐的专机抵达曼谷 苏凡纳报国际机场的时候 泰国总理巴玉夫妇也到场迎接 但在当日欢迎招待会上 习近平和巴玉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德国商报记者在推特披露 欢迎招待会上遭遇尴尬时刻 泰国总理巴玉想和习近平握手 但中共国家主席就不理他 短片显示当时 习近平夫妇和巴玉夫妇 站在一个舞台上拍照 之后巴玉转向习近平鞠躬点头致意 并伸出手想和习握手 习一边点头就一边离开了 这个时候巴玉的右手一直伸着 并看着前方不知如何是好 最后摸一下鼻子才跟着夫人离开 而就在习近平抵达曼谷的当日 在曼谷街头的军警层层严厉管控之下 仍有不少泰国人走上街头抗议中共 根据泰国自由人新闻网报导 早前还有民众在曼谷唐人街的大街和地铁上 化妆成白蛇精等中国鬼怪形象表达抗议 抗议者用中英泰三种文字写着标语 欢迎独裁者来到泰国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现场有抗议者高举 只顾投资不管人权等标语 还有人抱着贴有习近平头像的小红维尼换偶抗议 呼吁释放香港民主人士王之锋 16日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G20峰会落幕 20各首脑共同发起一份宣言 以最强烈的措辞 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要求俄方无条件撤军 BBC报导指出 今次宣言意味着俄国对G20国家所说所做 失去任何否缺权 更意味着北京在某种程度上抛弃俄罗斯 CNN17日报导认为 随着这个局势的变化 新的亚洲大国再崛起 但不是中共 在G20联合声明中有一句话 今天的时代绝不是战争的时代 这句话和印度总理莫迪 在9月和普京会晤时所说的话 上呼应 莫迪当时和普京说 Now is not the time for war 现在不是战争的时代 印度外长夸特拉 Vernay Quachar 说 莫迪总理的这句话 在所有代表团中 已经引起很深刻的共鸣 并有助于微合不同党派之间的差距 报导说 下一届G20主席的席位正移交到莫迪手中 有分析人士认为 印度致力于平衡 它和俄国和西方的关系 现在莫迪正成为各方都接受的领导人 除了在国内赢得支持之外 也都巩固了印度作为国际权力 拳客的地位 对此 辛德里智富专家指出 印度已经是一个坐在高桌上的强国 各位观众朋友 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 留言 并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 此情感恩 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